歡迎回到台灣起訴 我是沈翔 美國普普藝術教父 安迪沃河他曾經有一句名言 他說在未來 每個人都有15分鐘的成名機會 但要如何抓住這15分鐘呢 我們繼續來看 臥骨藏龍的模仿大賽 資深記者 蔡真如 聽恩好的報導 大家好 我是誰 我是土龍康嘛 歡迎收看今天起事錄幫幫忙 我組成土龍康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什麼 講的是模仿 他就好像說到這個模仿 幹東西 最近有個叫卡古的 一直在模仿我 你這樣講… 你知道你模仿我 這個在網路上造成很大的迴響 真的假的 因為我看到卡古是誰 這太驚人了吧 還在跟我唱這樣 不是你啦 我跟各位網友 他叫我一定要去學習 你會叫我跟模仿我的人學習嗎 一開始在康哥的部分 我那時候專演他 我專演大概有半年之久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的聲音 跟他其實不是那麼的像 對 尤其一個人的講話聲音 是最難去模仿的 看說今天的光貓 然後我的土龍康 OK的 其實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這個光貓講的主題就是 這關於這個模仿 這個模仿這個就是 你看像陳岸典 OK的 他平常會跳舞 那跳舞在那邊弄 在那邊弄在那邊弄 OK 你怎麼辦了你 這個陳岸典 康哥有個特點就是 他講話是不太… 他不太捲頭 就是比方我們講正常的說 大家好 我是卡古 那如果是康哥就這樣 大家好 我不是卡古 我總康 就是他的是不是嘛 就是他是不是用那種 用舌尖去頂著 就是恥惡的那種感覺去講 模仿素人冒出頭 感秀就有機會變藝人 卡古原本世家飲料店的老闆 他天生的喜感 讓他有機會成為舞台上亮眼的諧星 你為什麼賣飲料還來當主持人 沒有 就是因為在隔壁 然後我要跟鄰居結緣 就是敦親睦靈 對 看到你不想笑 哇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耶 欸 我究竟犯了什麼錯 你為什麼要這樣笑我 大家好 我是陳蕾 我終於擔任推薦人這樣 對 那也算是無心插流 因為我就是推薦 然後我沒想到 就會讓大家比較記得 因為我就是用模仿的方式 歡迎我們的海盜船長 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 準備 準備 是誰住在深海底大風里里 大風里里 大風里里 是誰住在深海底大風里里 大風里里 是誰住在深海底大風里里 然後就很多同學就跟著唱這樣 就說就連評審老師都跟著唱 對 就是還滿意外的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我有跟黃鐙蕾 東蕾哥去主持校園 然後那時候校園演唱會 我就也是帶領那個 那個學校的學生 然後唱這首歌 所以我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學生是很喜歡的 等一下…聽… 你是推薦人啊 對 我是推薦人 嗨 光雯老師 是 我已經要讓你過了耶 真的嗎 那你下去啊 我一直以為他是參賽者 我也是以為啊 不是 我上面有貼一個讚 對 其實真的參賽者是他 對 我不要 我不能接受這試試 有一個公式是這樣子的 它是知名度怎麼來的 知名度是 能見度再加辨識度 你要讓大家能看到你 那能分辨你是誰 而不就經常你在路上 你好像我在哪裡 你好像演過什麼 都是模糊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氣象專家人的語音 平常大家都以為主播只會爆氣象 連主播給大家帶一點不一樣 那最近啊 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了 所以天氣是非常的變化莫測 就好像 音樂太強 不化會被撞到地上 我覺得任主播是 他在邏輯上是最難的 因為他必須要有知識 對 就可能對氣象的方面 是要有所掌握 所以我剛剛模仿的跟氣象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謂模仿就是把 要模仿的對象 放大十倍以上的誇張 你抓到他一點點精神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他嘛 那我們怎麼樣要把它變成 真正的觀眾想看的那個味道 所以就是放大 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機會 這短短十五分鐘可得千萬要把握住 我們先再請一下李斯端出來好了 我們來出播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斯端 馬上帶您關心今天的新聞 但在進今天的新聞之前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一周的氣象 先來把鏡頭交給我們的 人力於臉先生 基本上 我剛剛我要講的話 我都已經講完了 那現在再把同類 交換給同同類主播李斯端 臉先生相當幽默 如果我有新聞 早就定了 再把鏡頭交換給我們的 人力於臉先生 可以啦... 可以啦... 步步一拉開 我根本連想都沒有想 我要把我最好的準備 呈現給大家 那只想問他們一句話 小朋友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準備了什麼 這個這麼大的環境 要等著你們來 一起來跟你們 你們擁有什麼